公元1235年,蒙古大韩窝阔台借口南宋备蒙不宣而战,宋蒙战争全面爆发。 战争爆发后,战事主要集中在京乡、四川、两淮三大战区。 其中两淮战区是巩卫南宋首都的关键地区,有重兵驻守。 是三大战区防御之罪,而四川战场宁愿离京城,守备相对薄弱,于是成为蒙古大军攻颂的首选目标。 蒙古大军来势汹汹,在四川战区东城华战势如破,十余万南宋首军一败投币,会不成军。 公元一二三五年底,蒙军攻破南宋西锤重镇缅州,四川战区最高兵材,致志是赵燕娜,率残部退走青野园。 被蒙军团团围困,情势紧迫。 赵燕娜一身关系整个四川战区的安危。 谁来解救赵燕娜,谁来拯救四川危局。 南宋军臣惊恐万分。 就在南宋军臣惊恐无奈的时候,四川间隔以北的一条大路上出现了一标人马。 看行军方向似乎直奔青野园。 令人意外的是,这标人马并不是人们寻常见惯的南宋军队,而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武装。 一支由现任波州领主杨驾率领的波州军。 据后世的史料分析,这可能是自唐朝末年扬端入波后,波州军第一次成建制的出现在世人面前。